新社高中有两位学生确诊 也因此设立了新社指挥所 今天的情况是如何 带您关心 4月8号经过医院裁检是阳性确诊 他的父母也现在匡列为居家隔离 裁检是阴性 那因为这位杀戮国中的男学生 26779 他除了有回到学校去上课以外呢 他还有到两个补习班去补习 所以呢 杀戮国中两个补习班的师生 一共60个人安排裁检 裁检的结果都是阴性 目前都是阴性 那另外今天最后一个第七个案例 26780 她是三十多岁的丰元女性 她是我们前两天公布到花莲去旅游群聚 确诊的24870的姐姐 那她因为妹妹确诊 所以她是被匡列为居家隔离 裁检的结果本来是阴性 4月6号出现症状 4月8号昨天我们在安排她做这个到医院去裁检 确诊 那现在也是收治在集中检疫所隔离当中 那因为这个个案很早就被匡列 居家隔离 因为她妹妹跟妹妹家庭的关系 所以她没有新增的接触者 也没有本事的公共足迹 那以上是今天跟大家报告的七个确诊案例 其中有三个 昨天就已经先跟大家公布 那这七个确诊案例到目前为止 也都是他们很清楚的 我们可以找到它的感染源 或者是透过什么样的途径感染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疫情还在一个清楚可控的一个范围之内 另外也跟大家再补充报告一下 因为昨天有一个前两天有个家庭 就是因为有北部的确诊住在他们家里面 那这个家庭里面孩子们比较多 有四个小孩 再加上亲戚的朋友也住在隔壁 也来家里玩 那一共有六七个小朋友 所以昨天那这六七个小朋友分读 在四个学校都是以新设地区为范围 那也因此呢我们特别慎重 那在第一时间就处理这个疫情危机 全力围堵疫情 所以我昨天呢就指示在新设高 新设地区成立前进指挥所 那我们市府调派了74个同仁 进驻这个前进指挥所 展开全面的筛检 处理疫情 防堵疫情 那昨天一整天的动员 我们进去工作 那从昨天中午开始进行筛检 一共塞了1445人 其中有1385人是采取快塞 全部都是阴性 包括他的教职员跟学生 另外还有60个人是采取PCR 比较近纪律接触的 采取PCR 那全部是阴性 包括教职员 学生 还有家长等等 那所以从这个筛 昨天一整天紧急总动员下来 塞了1445人 全部阴性 所以说这个案件 这个危机暂时解除 不过呢 我们会持续的关心 以及追踪这个案件 那我要特别谢谢 新设高中全体的师生 昨天全力配合 进行我们相关的疫调 跟筛检工作 第二个我要再次的谢谢 我们派驻在前进指挥所的 台中市政府同仁 他们冒着自己可能有的风险 跟危险 在第一时间接获命令 那到了现场去处理疫情 进行筛检 那非常非常感谢他们 他们都是城市英雄 台中在今天新增的 有激励的感染